HELLO WTC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要來體驗這個 冰淇淋拉麵 這個東西真的超酷的 我今天跳那種東西 我沒有甜的東西跟鹹的東西加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就好不容易找到這間拉麵店 這間拉麵店呢在 大阪的 本町這個地方 從謝金本町走過來大概是 大概十分鐘左右吧 本町站走過來比較近大概六分鐘左右就可以到 總之我們就來體驗一下這個非常有名的 冰淇淋拉麵房 我今天要吃草莓蛋糕 對啊 我其實原本是想要吃草莓蛋糕拉麵 但是 現在沒了 我今天大概有八個人左右在排隊 所以 應該很快可以輪到我們 欸他有set是什麼 set是加炒飯 喔 一開始就像是在買十卷 他其實除了冰淇淋拉麵之外 也很多正常的拉麵這樣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點冰淇淋拉麵 冰淇淋拉麵 冰淇淋拉麵三點 三點 三點 喔 喔 進來是這樣的感覺 好了我們現在進來這個裡面了 他其實位置還蠻多的 所以難怪沒有等那麼久 雖然前面就是大台之外 不過後面這邊就是座位區的這樣子 其實有聽到其他人還是蠻多人點一半的拉麵 像是醬油拉麵阿 甜味拉麵之類的 所以 我相信他應該其他拉麵也是蠻好吃的 而且聽到那個 廚房在那邊醋那個飯的聲音 他應該醋飯也是幫你吃的 我們剛才那個拉麵是850 他醋飯的就是1100 所以就來期待一下 等一下的拉麵會長怎麼樣 太晚拍了 太晚拍了 不好意思 我先拿去拍美照了 再拍 好 好 我們的拉麵上來了 他其實就是這個 辣味的拉麵 加冰淇淋在上面這樣子 但其實你知道很好笑的是 我們兩個都不吃辣 然後在這邊點這個 兩個辣味拉麵 我們就是來炒勝 我只能相信這個辣不會很辣的 日本人的辣都是騙人 然後相信這一點 他其實剛拿過來就聞到一股辣味的味道 就是聽說是說他麵是辣的 可是如果你把冰淇淋拿去就是 容易融中和的話 就會變得沒有很辣 然後根據我們來的 墨西哥人的情報 這一點都不辣 真的嗎 太好了 現在準備來吃了 いただきます 現在直接冰了一個冰淇淋 嗯 它像是冰的冰淇淋 它蠻濃厚的 所以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還不會那麼容易濃厚 我吃一口麵 是有一點點辣味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解鎖的 而且尤其是 它的麵很Q很好吃 還有一個我看看 因為我相信它其實 應該其他的拉麵應該都是蠻好吃的 除了這個 很噱頭的這個冰淇淋拉麵味 我跟你講 它的冰淇淋是 巧克力... 好吃嗎? 好吃的 冰淇淋是麵 巧克力冰淇淋 巧克力香草冰淇淋 它把冰淇淋放在肉上面啦 所以它不會沉下去 它的麵是好吃的 可是它的湯頭感覺真的很像 那一種辣泡麵的味道 很有親近感 就是很熟悉的味道 對 可是它很好的 這冰淇淋是半天 喔是半天喔 對 它今天就沒了 好真的耶 現在不然你喜歡冰淇淋的飯 之後 放過來之後 就沒東西了 冰淇淋炭麵 像甜甜鹹鹹辣的 其實還蠻不錯的 如果我覺得它太辣 不知道可以再多三天一吃進去 它應該是煉炒飯套餐的 我覺得吃完這個蠻開胃的 你就會想再吃更多東西 真的假的 炒飯謝謝 OK 老闆是真的有在調味這樣 好像好吃啦 不然 不然如果真的太難吃 可能一下就要倒了 就是原本的 一般的拉麵品箱 就是這邊上班的 就是如果是這種 比較特殊的 就是給觀眾 畢竟不只外國人 很多日本人 他們也會來拍 就是IG啊 就是它其實 其實氣飯 吃到後來會 我啦 我可能會覺得很辣 然後 就會喝到有一個 冰冰的冰淇淋的湯 會覺得超人間 都Rish的一下 冰淇淋就是 鐵霸用的 只有你的它混進去 居然還是好吃 或是說應該說 你在吃的時候不會那麼 KIR它到底太能行 他就 反正是吃下去的 就自己他們立開的地方 不會讓你覺得奇怪 你知道嗎 不過其實可能 只有放半植下去的關係 它其實最後還是很平 雖然你會覺得 冰淇淋很平啦 可是其實它最中 就是真的是辣 辣了 辣了 我的冰淇淋融化了 沒有冰淇淋可以救我了 好 我們就全部吃光了 那 我今天覺得還滿好吃的 就是味道 調味還滿好的 這間店的叫做 其他呢也有很多不同 種味的辣麵可以來吃 但是他不來吃這個 冰淇淋拉麵的 也是有很多其他好的選擇 我看到很多上班族 就是動我來吃這樣的感覺 那如果我喜歡這種 特別的辣麵的話 特別他們這種 鮮限定的 非常推薦大家來 那日本旅遊的話 也是一個滿好的可以餐廳 那就這樣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時候 我是 如果喜歡的話 就喜歡的話 再見 掰掰